大大的尴尬,特朗普被硬枪!本国民众仇恨总统,匹兹堡竟不欢迎他。 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,美国政府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!不仅政府非常强势, 而且作风非常硬,公然自己称美国第一不说,还在在联合国警告各国,甚至连中俄都敢一起惹。 特朗普不怕中俄联手,还在国家安全报告直言称中俄是美国的竞争者和威胁者。 而刚刚又有消息传来,美国总统特朗普遇到尴尬被硬枪,本国民众竟然仇恨总统,匹兹堡周竟公然称不欢迎总统。 11月1日,参考消息网报道称,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生命之术犹太教堂表达哀悼。 上周末,11名在该教堂做礼拜的犹太人被枪杀。 大量抗议者聚集在街头,高喊反对总统的口号。 超过7万人签署了匹兹堡的犹太人领袖写的一封公开信,称除非特朗普充分谴责白人民族主义,否则匹兹堡不欢迎他。 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无疑是非常尴尬,因为这是在自己的国家里。 作为国家的统帅但却遭到民众的反对甚至直接硬枪称不欢迎,这种境遇绝不多见。 但无疑也说明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民众愤怒,甚至不欢迎就是美国民众对待政府的态度。 实际上不仅如此,美国在国外也是不被欢迎。 9月份特朗普访问核心盟友英国,就引发大规模抗议。 甚至英国民众将6米的特朗普娃娃升到会场外进行抗议。 而且还有消息称,特朗普的反对率已经创历史最高水平。 有机构调研表示,美国中期选举前新民众对特朗普的反对率高达54%,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情况堪忧。 对此有媒体称,特朗普政府而举动和行为让世界对其失去信任,更让国人对其失望。 美国现在已经是孤家寡人。 不仅欧洲,日本等与美国在贸易等问题唱反调,美国很多国内政要也与其是同水火。 美国政要前总统奥巴马就职言特朗普,在消耗美国历任总统积累的信任和财富。 而还有美国官员称。 美国政府在透支美国的未来,美国频频退群导致信任危机已经非常危险。 Konalone Konalone Kon별 。